好 感谢神 弟兄姐妹们 主内平安 弟兄姐妹们 上一周我们还是夏天 今天就不是了 今天就冬天 传道说早就说过 神造万物 各按七十 而且把永生安置在我们的心里 弟兄姐妹们 我们要相信神 只有这个独一的真神 你说哪个人 哪个国家 多有能力 能够下这么大的雪 现在是冰天雪地 对不对 我们人是做不到的 人们要谦卑 来到主面前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 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是雅各书系列的 第一次的分享 我们每次分享都提到听道的心态 弟兄姐妹们 圣经说 让我们有谦卑的听道的心态来听道 这样能够得到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光景 我们先来宣读雅各书的第一章 部分章节 大声宣读 这是神的话 神的话有力量 做神和主耶稣基督 普人的雅各 请闪住十二个之派之人的安 我的弟兄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宛备 毫无缺欠 只要跟信心其用 一点不疑惑 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主那里得到什么 心怀二义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 必得生命的幻语 这是主应许给那 是爱他之人的 人被试探 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 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 他也不试探人 但个人被试探 乃是被自己的私欲 千亿勇获得 私欲既怀了胎 就生出罪 罪既成长 就生出死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因为人的路纪 并不成就 省了意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 和英语的邪恶 从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作的道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负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人 就像人对着自己 看自己的本来面目 看见走过 学习旷乱 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哪 使人自有自律寡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了 乃是实在行不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文苦 如若有人自以为敬虔 却不愣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在神我们父面前 那清洁没有玷污的境界 就是看不患难中的孤儿光夫 并且保守自己 不战乱 失守 感谢神 我们就开始了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拆遣你的读生子 耶稣基督 教士为人 道成肉身 我们借着爱子的血 得报救赎 过犯得一赦免 是说他丰富的恩典 感谢耶稣基督 战胜了魔鬼和死亡 三天之后复活 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 有永生 阿爸父阿尼 应许我们有两三个人 奉耶稣基督的名聚会 你就在我们中间 圣灵啊 请你亲自牧养 今天我们台上讲的 台下听的 在同一个圣灵里 领受改变我们生命的道 是给我们饥渴慕义的心 柔和谦卑 受教顺服的心 来听道 主啊 求你圣灵指教我们 当说的话 让我自己在台上 按照正义来分解这里的道 让我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让我听道 行道 活出见证 主啊 求你保守我们会常内外的秩序 阿爸父阿婆奉耶稣基督的名 赤者黑暗的势力 离开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赤者 撒旦的试探 搅扰都远离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赤者 掳掠真道的邪流 离开我们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赤者 瘟疫 离开我们 让我们不必事实妥协 不必事实参长 不必恩典福音 搅扰 坚定地站在神的一边 坚守真道 明白真道 活出见证 阿爸父阿 求你疲乏的吃能力 软弱的加力量 让我们都说一样的话 让我们不可分的 让我们意念相同 爱情相同 有一样的心思 有一样的意念 让我们同有一个心智 为我们所传的福音 我齐心努力 同心合意地来兴旺 福音 我们拜一切的儒药 归给三位一体 独一的真神 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感谢神 这个系列是雅各书 雅各书是非常好的 一个圣经书 是跟罗马书是对应的 今天我们分享 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这是不得了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们每次都在分享 听道的心态 是豪土的心态 弟兄姐妹们 这个心态是这么的重要 就像我们去念书 我们去老师讲课 我那个心态多么的重要 同样的 我们带有豪土的心态 觉得扎心的心态 即可慰的心态 柔和谦卑 受教顺服的心态 我们就能够得到三十倍 六十倍 一百倍的国子 求神怜悯 给我们这样的心态 来分享主内的话语 弟兄姐妹们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经文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雅各说 写至少有三个目的 行事为人 要跟所行的福音相称 因为他讲行为 我们都是信耶稣 雅各说说 你信了耶稣 你表现出来 我们所劫持的国子 跟我们所见证的福音 要相称 要有生命的见证 我们得救的目的 最后呢 让我们行善 我们不是得救 就完事了 圣经让我们去行善 这是雅各说 至少给我们这个三个 写出的动结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知道 罗马书讲这个救恩 我们很多人说 雅各说讲行为 其实上并不是这样 我们好好看一下 这些书 没有一个地方是矛盾的 他们是相夫相成 这是我您的表格 大家都知道 罗马书的作者是保罗 雅各书的作者是 耶稣的弟弟雅各 他们都是在走出 五十五十多年之后写的 但是他们写的对象不一样 罗马书当时写给 外邦的信息 罗马那个教会 有很多外邦人在教会里 所以他们跟他们一起来 给他们传福音 那么让他们明白福音的真谛 所以保罗就给他们写了 给他们写的 但是雅各说是犹太信徒 大家都知道犹太信徒 很明白真理 犹太信徒就知道这些所有的规矩 但是他有些地方 可能行为也跟不上 所以他们面对的对象不一样 所以主要的教义 表面上不一样 还是一样 大家看一下 那么罗马书是因信成义 听见吗 我们得么得 为什么得就靠到信心 因信成义是靠到信心 那么雅各说难道就不是吗 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去天国是因着你我的信心 而不是我们的行为 但是不是说行为不重要 先讲信心 信心是这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靠信心得救 但是雅各说告诉我们 也要靠信心 做出行为来成全我们的信心 所以都是讲信心 千万不要误解 雅各说也好 罗马说也好 都是讲信心 表面上看来 雅各说讲行为 还是讲信心 那么一定要知道 他两个的目的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罗马说的目的是什么 得救之钱 第一姐妹们 很多不信主的人都来教会 哎呀我还不够格 我还没有好好读圣经 我好好读圣经 我做点好事 我变得更好了之后来信主 不对的 得救之钱 你什么都不要做 就本相接纳 神是本相接纳你我 我原来就是不怎么样的人 神啊我就是不怎么样的人 来到主面前 所以罗马书就讲 得救之钱 靠着恩典的信心 那么一定要看 那雅各说是讲什么 雅各说是你我不得救了吗 得救之后你拿出行为来 行为就自动就流露出来 这个意思 所以不是额外做什么动作给神看 如果真正得救的人 就会有相应的行为出来 所以这是这两个书的比较 那么重点都是讲信心 千万不要觉得 哎呀他有些地方讲信心 有些地方讲行为吗 你我有了信心 就会有自然有行为出来 不用做额外的动作 来做具体的动作 弟兄姐妹们 圣经讲了很多有关行事为的 今天既然亚各说讲了我们 有信心的行为 圣经讲了很多有关行事为人 看看啊 行事为人不要只在眼影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行事为人就要当为蒙照着恩相称 行事为人就当相光明之旅 行事为人为基督的福音相称 行事为人为悔改的心相称 行事为人对得其主 为凡事蒙开的喜悦 行事为人叫我们的一句一动 有心生的样子 行事为人 有好行为归荣耀于神 弟兄姐妹们 这都是圣经的话 这不是我的话 所以眼外之一 我们知道 基督徒就应该有八个行事为人 你我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行事为人 我们好好分享 雅各书就讲这个行事为人 弟兄姐妹们 我们闷心自问 这几个问题 来一起来分享 行道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要习行道 那么行道最大的阻拦是什么 你我多想习行道 但是有时行不出来 为什么 阻拦是什么 得救就行了 难道行为就不重要吗 弟兄姐妹们 难道行为就不重要吗 实际上最长的距离在哪里 从加拿大到中国 好好看看最大的距离在哪里 人们什么人能够去天堂 天国要带有这样的问题来分享 弟兄姐妹们 我们知道我们就是蒙昭的儿女 就为我们所信的非要相称 我们讲这种不要单单听道 要行道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行道是跟信心有关 都说了都是跟信心 那信心从哪里能够知道 通过试炼和试验 圣经有两个词了 一个叫试炼 一个叫试探 那么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都知道 神经常对我们试炼 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 难道就平安行乐 从来不得病 从来不失业 从来不出事吗 不是的 基督徒信主不信主 信主之前信主之后 一路即往 该累药夫还有累药夫 该生病还生病 对吧 还有家庭的有难处啊 或是经济上的危机 都会有啊 基督徒绝对有试炼 这是神允许的 为什么神给我们试炼 第一姐妹们 这里要知道 试炼跟试探不一样吧 神给我们试炼 是要让我们 把炼进我们的杂子 让我们越来越炼进 越来越像神 实际上这个意思啊 有神的属性 那么神给我们试炼 是干什么啊 要我们待向神 通过试炼 让我们更加像神 也靠近神 但是魔鬼也有 同样的一个词 叫什么试探 类似的一个词啊 魔鬼是经常用试探 实际上试炼 跟试探很难分开 有时候啊 你很难区分 但是我们要知道 魔鬼是通过试探干什么 让我们犯罪 我们已经知道 有时候是试探经常来 对不对 试探来着 魔鬼是让我们犯罪 我们有可能在金钱上犯罪 这个色情上犯罪 这个贪污 或是权力上会犯罪 魔鬼是让我们 要我们离开神 你看它两个是这么的不同 就是两个极端 所以基督徒每天都会面临试探 每天都可能面临试探 所以它两个概念是不同的啊 弟兄姐妹们嘛 那我们在试炼中 圣经告诉我们学会忍耐 雅各叔在讲试炼跟试探 我们先讲试炼啊 雅各在告诉我们 你们如果在拜 但是试炼中要干什么 要忍耐 第一姐妹们 这是基督徒最大的功课啊 我们都知道忍耐是最难的功课 那我们信主之前 什么忍耐 我想发脾气就发脾气 那在公司也好 在单位也好 同事也好 朋友也好 夫妻关系也是 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信了主之后才知道 基督徒最大的功课就是忍耐 忍耐是美德 不仅是美德 按照圣经忍耐是爱 那么圣经说信心 经过失恋 就能够生出忍耐 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所以神为什么给我们失恋 让我们失恋之后 会忍耐 所以基督徒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他会经过失恋 而且失恋不是一次 经常有 我们通过了很多的失恋 最后变成什么 老恋 这是罗马书里说的 罗马书说了类似的话 罗马书的五章 我给大家看一下 罗马书的五章三节 是这么说的 罗马书的五章三节到五节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我们也要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足以羞耻 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把神的爱交关在我们的心里 第一节目 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 必须会有失恋 你不要他都会懒 因为神爱我们 就像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辈子 就是在温室里 不让他经历失恋 不知道 我们孩子开始离开家 自己开始打工 自己去找工作 自己在一些环境中受到歧视 甚至生病 还有出去打工等等 他也会经历很多试炼中 他学会忍耐 神也同样的让我们经历这些 所以神让我们经历这些之后 经历神的爱 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神的试炼 我们不会有爱的 没有经过失恋的 不会有爱情的 圣经怎么说的 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十四节 十三章四节开始讲 这个爱的特征 爱是什么 恒就忍耐 又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忍耐 哎呀 不得了 第一节目 神给我们失恋 就是让我们学会忍耐 我们很多人 一失恋来就受不了 比如我们身体不行了 哎呀受不了 哎呀 这个赶紧过去吧 我们失业了 失业了 还赶紧解决吧 第一节目 神不会马上拿走的 神如果爱你我就不会拿走 大家都知道我曾经失业过 我在加拿大 这是第一次失业 我怎么会被失业呢 我说我们公司说 生意很好 生意很好 他还最后也把我累了 因为疫情 他当时说是因为疫情 那我一想 我工作了快二十多年 有这么大的经验 有这么多的certificate 有这么好的经验 我肯定会很 马上就找工作 No 没那么简单 你看我还是神的人 我信靠神 对吧 我也祷告 我也求靠神 但是我仅仅 整整经历了一年的失恋 整整一年的倒点了 神就给我的工作 第一节目 就是一样的 并不是神的儿女 我今天祷告 明天就给你工作 明天就把难处都拿走 不会的 神的时间没到 失恋没到火候 神不会拿走 所以第一节目 在失恋中一定要学会忍耐 忍耐的火候到了 神自然拿走 忍耐的火候没到 神拿走了也没意思 对吧 神给我们这个试炼 就是给你一年的时间 让我寻找工作 让我来信靠神 你看我回过头了才知道 我拿到了第二期工作office 我开心得不得了 我一算真正这一年 我当时知道神要给我一年的试炼 那我还愁了吗 我能盖吃盖喝 盖信靠神 我就知道一年这个神给我 神不告诉你 神不告诉你 所以神就让我们每天来信靠神 所以试炼中要学会忍耐 试炼中还要干什么 我们都说了 我们行为中第一个就要靠信心 要进过试炼 试炼中要不要疑惑 这是好大的事情 第一节目 雅各实在说什么 只要凭信心求 一点不疑惑 你我疑惑吗 疑惑就是什么 海中的风浪 被风吹动翻腾 这样的人不要想主 主那里得到什么 心怀恶意的人 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 都没有定见 弟兄姐妹们 我们都想行道 我们都知道基督徒得救之后 行道 行善事啊 就是做出神喜悦的样子 但是呢 我们做不到 为什么 行道最大的阻拦是什么 就是疑惑 就是三心而意 我们还是不是完全相信神 所以我们有时候行不出来 第一节目 这是好大的事情 圣经让我们全心的自奉神 如果我们不是全心的自奉神 耶稣说什么 那叫淫乱的人 记得吧 雅各苏的十章四节 你们这些淫乱的人 岂不是为世俗为友 就是为神为敌吗 我们又爱世界 又来爱神 耶稣说这是淫乱的人 这不是专心的人啊 所以基督徒最大的挑战 就是这个心怀恶意 最大的挑战就是疑惑 这个东西一来 我们就很难去专心的跟随神 所以我们在试炼中 一定要一点的不疑惑 神还在那里 神还在爱我们 神还在经历我们 带你走出这个难关 所以圣经一直告诉我们 不要太追求地上的东西 我们为什么心怀而异 我们还是要地上的东西 圣经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但我们去追求天上的事情 但是基督徒呢 成长是需要过者 但是很多人过于重视地上的东西 忘了天上的东西 这是好大的事情啊 菲利贝书讲了这么重的话啊 菲利贝书的三章 十八到十九 大家一定要去试着背这个章节啊 保罗是这么说的 因为许多人的行事 是基督使家的仇敌 我屡次地告诉你们 现在我又留了地告诉我们 保罗这么样 苦苦婆心地告诉我们什么 保罗在菲利贝书的三章四九节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为什么 他们的神就是他们的度父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 弟兄姐妹们 你我说是基督徒 你我说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追求地上的东西 圣经说No 那你是实际下的仇敌 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拿掉这个心怀而已 专心 圣经对我们的要求都是百分之百 弟兄姐妹们 我们夫妻关系就是要百分之百 对不对 这是纯一单纯 神对我们跟随神的要求也是要专心百分之百 不要疑惑 弟兄姐妹们 那么我们知道了 刚才说了一个试炼 下面讲试探 圣经也 这个亚伯斯也出了个试探 大家一起来读 亚伯斯第一章十二节 一起来先读 忍受试探的人就不 因为他们经过试验后必得生命的冠冕 这是主应许给他爱他之人的 刚才说了神是有意无意中为了锻炼我们 故意给我们试炼 让我们去经历 对吧 就像我们念叔叔 神给我们一些 就是老师给我们一些附加题 练习题 但是呢 这个我们在属灵生命中 有些东西不是我们想要的 试探也会来 这是从魔鬼来的 一定要知道 世界上有三个试探 是世界上所有的人 基督徒都要经历的 我们不信主的时候 不论比这试探 觉得都挺好 你说我不信主 他露体的经营多好啊 我想干啥就干啥 眼目的经营多好 但是真正信主的人 一定要过这个试探的关 第一节目们 亚当夏娃经历过这个试探 所以亚当夏娃到了 对不对 亚当夏娃就看那个树上的锅子挺好 那个神说 所有的锅子都吃都可以吃 只有那个分辨三个素的锅子不要吃 但是呢 他就偏偏的那个也吃 弟兄姐妹们 耶稣来到这个世上 他开始参加服事中 耶稣也经历过同样的试探 那你我 你我是神的儿女 难道我们就不经历这个试探吗 也会经历 第一节目们 基督徒都会经历这个试探 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要过这个试探 如果我们不过这个试探 我们就会跌倒 魔鬼就希望我们再跌倒 第一节目们肉体的情运 就像想吃喝玩乐 享受今生的荣华富贵 礼拜天 哎呀这个下雪了 我在家里睡过懒觉吧 去什么教会啊 对不对 这不就是肉体的情运吗 很简单啊 成年吃吃喝喝 第一节目们也不得情运 看看外面的花花世界 看看别人家的房子 看看别人家的车子 忌妒 纷争 都是自己眼睛看的都是这些东西 今生的骄傲是吗 看看我的权利 看看我的能力 看看我的职业 看看我家里的财产 都是自己的东西 今生的解闻吧 这是我们世界上最大的试探 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二章里 已经告诉我们 为什么神让我们 一定要避开这个试探 约翰一书的二章四五节 这么说的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复始而来 乃是从世界而来 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都说了 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始而来 所以我们去追求它 正好就上了魔鬼的荡 魔鬼就像钓鱼的鱼钩 它就用这个方法来勾引 对于你们 多少基督徒 拜在这个魔鬼的手里 多少基督徒 被这个魔鬼 这个鱼钩 被上荡 会有的 我们也曾经 也都上过荡 我们曾经都跌倒过 圣经在提示我们 这世界和世界上的情欲 都过去唯独 尊行父子义的人 才能够永远长准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一定要信靠神的话 不是靠世界上 这些东西 所以耶稣 怎么得胜了 这个三大试探 大家都记得 耶稣怎么得胜了 这个三大试探 耶稣这么回答的 马太福音的四章四节 耶稣却回答说 经常记者说 人活着 不是单高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住的 一切的话 耶稣是这么得胜的 你我还有别的方法吗 第一姐妹们 你我还有别的方法吗 没有啊 耶稣是靠神的话 胜过了试探 你我也是一样的 第一姐妹们 这个试探中的 最大的最灰祸是什么 食欲 大家都知道 雅各式的一章十五节 我们一起来宣读 雅各式的一章十五节 食欲既怀了胎 就生至罪来 罪即成长 就是食欲旦 这么大的事情 听见们 为什么我们在面临信心中 被试探跌倒 因为我们的食欲 如果我们食欲不拿走 就跟鱼钩的那个鱼饵一样 我们就想去贪那个鱼饵 我们就会上当 为什么这个食欲这么重要 食欲实际上就是贪心 贪心有什么不行 很多人说 哎呀谁没有贪心呢 对吧 都有点贪心 但是圣经的贪心 是这么严重 圣经说贪心 是跟败偶像是一样的 这是不得了 大家都知道 败偶像是神最不喜欢 使劫命的第一个是什么 唯有耶和 还是我们独一的真神 除此之外 没有别的神 我们如果再去败别的偶像 就是另外一个神 所以神最不喜欢 所以贪心也是神最 震恨的一个罪 所以食欲就是我们的罪 罪会活手 食欲就故意我们去面 就是被试探 跌倒 谁人类怎么堕落 第一点 就是食欲 食欲怀了胎 开始生出罪来 罪还成长 你看了吗 我们如果不来信靠神 我们的罪在里头 反过来还成长 很多人以为 哎呀我不去教会 怎么不行啊 我不读经怎么不行啊 我在家里不也侍奉神 挺好 No 那恰恰就是试探 那恰恰就是魔鬼的鱼儿 你看很多基督徒受刑之后 就拜拜了 不来教会 你说他能够去天堂 我不知道啊 我很怀疑 我怀疑我自己 去受洗之后 从来不过基督徒的生活 我能够去天堂 我怀疑我去不了 我别人我不知道啊 第一节目呢 一定要知道 食欲怀胎 生是罪 都说了 罪还成长 你看到吧 不是说罪不成长 罪还成长 就跟癌症细胞一样 会扩散啊 最后呢 什么 会死 所以一定要知道 不要把这个 食欲这块弄掉 所以路加福音也说过 耶稣来 传福音的时候 两个弟兄家里很多财产 他们就开始打仗 被财产 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 为了财产 很多人在打仗 我们像这样 我们穷人家呢 没有什么财产 所以不打仗 反过来 这个富人家很可怜 你看三星 三星这个老板 那个家里 那么多财产 都在打仗 那个新加坡 你看那个 亚来那个首相 他们家也有很多财产 很多人都有很多财产 所以为了财产 儿女们打仗啊 耶稣来传福音 所以两个弟兄来打仗 所以有个弟兄就来问耶稣 夫子啊 请你 吩咐我的熊掌 和我分开家业 这个家的财产 也帮我分 耶稣说了什么 耶稣这么说的 你要连去以其的谈心 人的生命不在乎加到丰富 耶稣早就说了 男活着 不是为了这些财物而活 只为他而活 所以失心在里头 我们就很容易跌倒 这就是我们信心 试探 在信心中最大的阻拦 就是失欲 一定要破除这个思维 那么我们怎么上过这个试探 试探的秘诀是什么 雅各是这么说的 雅各说 你们一定要先脱去 一切的误会 和盈利的邪恶 从门着的心 也不说 没有什么秘诀 第一姐们们 来教会很多人想找什么秘诀 很多人很想听到神的声音 或是领受一个特殊的感觉 没有的 我受到现在信主 十多年没有经历过 第一姐们们 没有 就是什么 就是神的话 圣经说了 你要脱去一切的 无悔的想法 只用充分的耳心 什么是温着耳心 温着耳心就是很谦卑 很受教 很清新的心 来干什么 就来领受神的话就行了 听见吗 你我相信神的话吗 你我是在读经日行 祷告日行吗 这就是神的话 只有这一个方法 脱去一切的误会 从温着的心 温着的心是什么 就是清新 简单 愿意顺服这种心 干什么 最后来领受神的话 那么圣经经常说 我们经常说 圣经圣灵 就这两个东西 一定要不要放下来 圣经就是神的话 就是那一本书 但是圣经就是一本书 如果没有圣灵的话 所以一定要读圣经 但是靠着圣灵 谦卑的来到主面前 神啊 求你赐过圣灵 让我明白你的话 这才叫 圣果试探的秘诀 一定要靠着圣经 圣灵 来赐过试探 圣经也说过 很多人来经常来学习 但是还是不明白真道 是提摩太后主的三章六节 这么说的 常常学习 终究不能明白真道 第一节 你们 你我 我们在圣经学习 包括我们是华人基督教会 我们现在在一起 差不多有九年 十年的光景 第一节 我们经常学习 我们礼拜五 经常有圣经的学习 你我是不是都明白真理 如果不明白 我们就要来问自己 我们是不是没有 脱去旧东西 我们是不是没有 真正的来 从梦卜心里 说真的道 这就很可怜 第一步就要先脱去 就像我们洗澡 所以要脱衣服才能洗澡 我们旧东西 一个都不拿掉 我的观点 我的想法 我的老 我的那种成见 不拿掉 我们没法接受神道 一定要脱去 然后穿上圣经 圣灵 这是圣果试探的灭局 我们如何操练 第一节目们 行道实际上是很容易的 但是行出来不容易 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 但是行出来不容易 如何操练 首先不要做嘴巴基督徒 这个世上太多嘴巴基督徒 曾经我刚刚信主说热情奔放 激情非常高啊 我曾经拿到圣经书 我那时也不懂多少圣经 章节 但是我就有传福音的负担 拿到章节 拿到单子 到处去 特别是给我的朋友们传福音 不知道他们喜不喜欢 很多人实际上不喜欢 很反感 很不耐烦 但是我还有那样的心思去传福音 第一节目们 一定要知道不要只我嘴巴里说信 一定要从心里信 否则什么 圣经说这叫自己欺人 说什么 两个是怎么说的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负自己 如果不去行道 它就是一个 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没有重生 圣经在路加菲也说过同样的话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 主啊 却不遵行我的话呢 弟兄姐妹们 得救就行了 行为不重要吗 我曾经听有人说过 得救就行了 不就是得救吗 得救就能天堂 一定要注意 说这种话的人 那个话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应该是魔鬼给他这样的话 这是魔鬼的伎俩 魔鬼说你得救就行了 你反正能够去天堂 就行了呗 No 圣经说什么 雅各苏的二章二十六节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我们一起来读啊 雅各苏的二章二十六节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弟兄姐妹们 能够背下来吗 雅各苏的二章二十六节 已经写得非常清楚 弟兄姐妹们 你我现在都是活的 有灵的活人 弟兄姐妹们 哪一天我们去世了 我们为什么去世了 你们的灵魂不在了 我们灵魂不在了 我们就去世了 死了这个意思 圣经说了吗 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如果灵魂有灵魂 它是死的吗 不是的啊 一定要知道 同样 一个基督徒 嘴巴人说我是基督徒 没有行为 圣经说也是死的 那就说不行啊 所以单单听到不行到的人 一定要知道 你我可能没有重生等救啊 一定要知道可能没有等救 一定要检查我的信心 我是不是真的信耶稣 我信了耶稣为什么没有行为 一定要检查 真正的基督徒 他真的信主之后 他自然就去会行出来 圣经也告诉我们 让我们自己去检查 不用耶稣来检查 也不用我来告诉 你是不是真信啊 不用别人来告诉 自己都不查出来 格林多后书的十三章五节 你们总要自己省查 有信心没有 自己要试验 若不是可拒绝的 岂不知耶稣基督在你心里吗 听见吗 我们闷心自问 我里头有没有耶稣基督 我们怎么知道 我里头有没有耶稣基督 听见吗 很简单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里头有没有耶稣基督 比如今天就很下大雪 天气也冷 交通也不方便 那么很多人 很多人在家聊 今天礼拜天了 应该去教会 教会两点开始敬拜 我应该去 但是呢 真正有意思基督在里头的人 交通不方便 那么敬畏神 我们是神为我 都命都 到了实际上 我去敬拜神 是天经地义的 我就应该来敬拜神 我就能够 暂时这个困难来敬拜 没有圣灵的什么 没有基督在里面 哎呀管他了 这个天气也不好 不去了 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 喝咖啡 去大叫 第一节目 那叫没有圣灵的人 圣灵的时候 没有圣灵的人叫什么 叫做畜类 千万不要 因为那个话难听 如果我是这样的人 就是安德圣经 是畜类 就是没有圣灵 死的人 这个意思 所以不要自己欣赶 所以不要自欺欺欺人 你我是真的 择救的基督徒 就会有行为 自然会跟踪 这就一定要自己 去省藏 爹 姐们吧 那么我们如何操练 我们教会很简单 我们没有搞太多的活动 很多教会 有好多活动 很多甚至有些教会 每天早上都有祷告会 每天往都有不同的聚会 但是我们只有礼拜五的圣经的学习 礼拜六的这个 不是礼拜天的这个 主的经拜跟祷告 还有我们每天干什么 每天我们图过网站 搞读经日行 祷告日行 这里我重点是讲到行 听见吗 你来读圣经吗 读完了圣经就行出来 当天读的圣经 当天就行出来 听见吗 我祷告吗 我当天的祷告就当天就行出来 一定要去行 这是最重要 爹小姐们吧 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哪里 大家知道世界上最长的距离是哪里 有人说过 这么说的 就是从你的大脑到你的心 大脑到心 这也不到一致 但是这个距离是最长的 很多人这个滚过烂熟 圣经都很熟 很多人知道 最救恩的基要真理 大概都懂 但是他就醒不出来 为什么 这个没打通 这个大脑的知识没到心里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雅各书的一章二十五节 这是我背过的章节 非常好 这是我经常鼓励我自己 Matthew啊 你不要成天讲道 成天讲分享圣经 Matthew你自己去行道 我感谢神 很多的音乐家们也给我祷告 特别是我祖族的讲道的时候 给我祷告 让我有受教主的舌头 受教主的耳朵 神的话 首先是给我自己讲 给我自己听 所以雅各在告诉我们 你们要 唯有详细查看了 全辈 使人自有之律法的 并且世上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蒙福 我相信 这个话绝对是对的 我信主这么多年 我就是按神的话去行出来 我在那些地方就是蒙福 但我也想到 现在也有很多难处 我现在也有很多地方 没有完全得到应允 但是大部分 神所说的话都能够应允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行出来 行道就是跟吃饭呼吸一样 我们祷告如今就是吃饭呼吸一样的 什么叫真正的去行道 第一点呢 圣经给我们了很多行道的一些内容 圣经说什么 为哀哭的人同哭 为喜乐的人同乐 对不对 这就叫一定要去同哭同乐 有难处的人 我们要去多陪伴他们 对不对 那么还要说什么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受苦 一个肢体得荣耀 全部的肢体都得荣耀 那我们就是要同甘共苦 我们如果在经历过患难 我们通过患难之后 去陪伴同样患难的人 这就圣经所说的 实在是行出来 去安慰别人 去陪伴别人 去痛苦别人 感谢神 这个只有在教会才能做得到 听见吗 我们感谢神 教会才能做得到 我们教会建立到现在 经历了多少难处 不仅是我自己的难处 很多弟兄姐妹 很多家庭经历过很多难处 就是弟兄姐妹 同心合意的跪下来 甚至我们一起来 流泪的祷告过 我们经历过 一次一次的患难 我们经历过很多的神迹大 听见吗 我们是有福的人 我们经历过这么大的事情 弟兄们 一定要知道 这个神的话 变成我们生命的灵点 是两部曲 大家懂英语的都知道 这个神的道 圣经神的话 英文叫logos logos 大家都知道 去西藏教会 那个牧师们 他那个本都叫logos 圣经那些都叫logos 那就是神的话 就是理论上的神的话 就是一片大道理 叫客观的道 但是这个道 英语说得非常好 神的话 哪天感动你 那就变成了 叫祖国的道 叫律马 就变成我生命的灵点 神的话多么好 有什么用啊 为什么很多人读经 活不出见证 神的话没有变成 他的生命的灵点 一定要记住 神的话 像你说话的时候 那个话就变成 我的生命的灵点 比如雅各书的 一章二十五节 就是变成我的生命的灵点 那不仅仅是神的道而已 所以神的话 现在每一天都能变成 我生命的灵点 这叫行 就叫主观的道 变成客观的道 我们生命 才能够有成长 这是我们的操练 那我们具体还操练什么 前面说了很多大道理 那么具体操练什么 第一节目们 基督徒就要拿出了钱 基督徒就要拿出了时间 精力去行善 你看看 就是因为教会 第一节目们 教会你看大家会也好 我们教会虽然小 我们教会竟然每年都能够去参加 用我们的金钱 我们的爱心带导去参加很多宣教 我们教会这么小 竟然在红市 你看红市那个 他们就专门照顾这个 空来神 无家可归的人 这样的教会 我们为这个机构 每年都能够捐两三千块钱的现金 这是不得了 我曾经去过大教会 那个教会 那么大的教会都做不到 我们教会就是伯德神的怜悯 我们用我们丁音姐妹 捐的奉献来去参加宣教 我们参加中国的宣教 国际的宣教 老口的宣教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东征格的 我们基督徒把自己的钱 裹得舌实实的 自己的钱一根都不能动 那叫什么基督徒 丁音姐妹们 做好人好事是应该的 我们以前小的时候 我们不信主都做好人好事 我们小时候你看 冬天一放假 老师就让我们去做好人好事 而且好人好事都是定量的 那一个假期 那你别做十件好人好事 那我就在那个小小的农村 经常去找事做 因为老师别的任务 丁音姐妹们 我们基督徒不用神给任务 我们主观的就是愿意去做 因为神有数给我们周边 安排这样的环境 让我们去思操 看过患难度的孤儿寡夫 我们要支持贫困地区的儿童 我们经常给大家推荐 Compassion Canada 给很多儿童来 我们如果赞助黑礼 和很多平静国家的孩子 如果我们每个月拿出五十块钱 这个孩子就能保证他的医疗 保证他的学习 保证他的健康 保证他去学校 这是多么好的事情 这就是要具体去做 像我们教会 有没有财政上支持宣教 宣教机构 我们在做 第一姐妹们 圣经说什么人才能去天国 第一姐妹们 我们一定要对这句话 能够斩钉截铁地回答 什么人才能去天国 受洗就能去天国吗 是 按理说 你真的信 受洗就能去天国 很多人说 信心就能去天国 是 圣经也说 你信就能去天国 第一姐妹们 但是不要停留在那里 耶稣亲自说过 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尊心 我负责义的人才能进去 很正经 这个话是谁说的 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我很相信保诺说的话 我也相信很多门徒说的话 但是我更相信耶稣的话 前面保诺也说了 信就行了 你当然真正的信 都是可以的 但是耶稣在后面说了 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 唯独尊心 我负责义的人 所以一定要知道 信心跟行为是分不开的 只有行为能够出来的人 才是真正的基督徒 第一姐妹们 来教会千万不要做宗教人士 很多不信主的人来教会 听说有信仰挺好 听说基督徒很有爱心 去教会的人都比外面人好 不要停留在那儿 那太虚假了 第一姐妹们 不要做宗教人士 宗教人士就是看得挺好 他没有行为 他不会动真格的了 他表面看得多挺好 不会动真格的 第一姐妹们 一定要知道 真正去天堂的人 不是宗教人士 真正去天堂的人 不是哪个天主教的人 或是基督教的人 不是我们说话的基督教会的人 第一姐妹们 去天堂的是什么人 就是你我 尊正的遵行神之义的人 才在天堂里 天堂里绝对都是这样的人 而不是嘴巴里说一说的人 真正有行为的人 才在天堂里 这是圣经所教的 第二姐妹们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去操练这些事 哎呀太麻烦了 我只爱我家的人就行了 我只爱我的儿女 我的丈夫 我家伙就够了 我们一定要去操练 信心跟行为操练出来 因为什么 我们才能经历神的爱 圣经都说了 从头到尾都要经历爱 因为耶稣就是爱 耶稣爱 爱的定义什么 你们都要照他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你看了吗 圣经说 耶稣为我们舍己 盯着十字架 耶稣说这是爱 舍己就是爱 那轮到我们 我们不能为耶稣盯十字架 对吧 耶稣一定为我们盯着十字架 我们不用 我们去死 死给神看 我们做什么都满足不了神的这个爱的要求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 照着神的命令行 这就是爱 第一点 圣经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循我的道 圣经说 如果人不爱耶稣的人 不遵循我的道 所以很简单 我们真的爱耶稣基督的人 就是爱神的话去行 这就是操练 我们真正的在行道 听道 活出见证的人 就是要去行道 这就是真正的爱神的人 爹爹妈妈 这太麻烦了 很多人来家 为什么很多人也不敢信 我刚才信主 我也不敢信 我呢就是表面还信就好了 太麻烦了 去教会 你看不喜欢的人也一大堆 还教会 还要去读经 还要祷告 还有哪些人 哪一家有困难 我们还去看法 太麻烦了 大家不觉得麻烦吗 我曾经觉得就麻烦 但是这么多年 我虽然都脱皮困了 我信了主之后 我没有得癌症 但是我身边 有很多来教会人得癌症 这就无形中 神就逼我们去医院 我很少去医院 我不得命为什么去医院 但是你健康去医院 探访有病的人 你说谁幸福 谁蒙福 我蒙福耶 因为我健康 我还能够有这个条件 去探访有病的人 圣经告诉我们 这么好的话 我们一起来读 格林多前书的十五章五十八节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 你们勿要坚固 不可动摇 尝尝竭力 多做主功 因为知道 你们的老骨在足里 不是突然的 弟兄姐妹们 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用心 我们为主的缘故 所做的一切 都不是突然 神绝对给我们赏赐 我们不是为了赏赐去做这个事 我们愿意做 但是神也绝对不 不是说眼睛闭着不管我们 神绝对大胆的赏赐你我 圣经说 神要赏赐寻求他的人 你我寻求神吗 神必报他 听见吗 神要见主面那天 神要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 过去的事 一切的苦难都会过去 神要上智问 我们为基督一同做吧 所以我们带有这样的信心 不要回心 圣经说 行善不可上智 若不回心 到了时候就有收成 基督徒就要忍耐的去结果子 不要只做一次了 就不做了 基督徒就要一路即往 长此以往的去行道 去行善 神必敢报答 第二点 但是我们有时做不到 我也想做 但是做不到 我们跟世上 有时候没有什么区别 教会的基督徒 有时候也很忙 我们忙与工作 忙与生活 都是正常的 我们有工作 我们也养活家庭 但是一定要知道 我们在忙什么 第一点文文 这是最重要 你我在忙什么 大家看 这个中文的这个忙字 忙字旁边是 左边是这个收续法 右边是死亡的网 第一点文文文 忙多了 忙忘了 或者忙大劲了 我们就会忘 什么都忘了 忘了神 忘了神 最后干什么 这个心没有了 我们这个心里没有神 我们就死亡 所以基督徒不要太忙 这也是我跟我书上 我们俩人 类似的 很无极的祷告 这也是我跟我的 儿女们的祷告 让我的女儿 不要太忙 不要太忙 我们家的祷告就是 让你过清新的生活 简朴的生活 简单的生活 感谢神 我跟书上 现在是 竭力去做 简单的生活 我们家一两个不复杂 我们家就一日三餐 回来这个我们俩散步 晚上听一个道 或是两个道 然后礼拜天是敬拜 我们很简单 夏天有时间 我们去锻炼身体 冬天有时间 我们也锻炼身体 但是礼拜五 我们绝对参加圣经的学习 礼拜天绝对来敬拜神 我们很简单 听你们不要太忙 忙了我们就最后就忙了 忘了神 我们不是忘别人 反过来忘了神 所以一定要保守我们的心 不要过于忙 大家都知道 葛培雷牧师 是非常有名的牧师 但是我们很少知道 葛培雷牧师的这个 他的太太是谁 我们也很少知道 葛培雷牧师的岳父是谁 大家知道我们这里 这是灵命能量的灯的一个名人 这个名人叫做 纳尔士贝尔 他是1916年 他在那个叫做什么 维基尼亚的医学院毕业的 他是很有名的医生 他竟然带着妻子 才新婚六个月的妻子 来到了中国的江苏叫淮海 那里面建立了这叫仁慈医院 那么这一位医生 竟然在这个叫做什么 江苏的淮海待了25年 建立了医院 那么他们俩生的女儿叫路德 路德就是葛培雷牧师的太太 第一姐们 所以你看他们对中国很有passion 我们当时说他们怎么还对中国这么了解 那些葛培雷牧师他的中文都很好 应该是他说中国出生的嘛 第一姐们 这灵命能量的灯的 那么这一位这个 就叫做牛婶这个人 在中国服侍了25年 建立了中国的人痴医院 来传福音 来很多人 我们认识葛培雷 但是我们不见得认识他 但是没有关系 他就在默默地在操练 默默地在行道 听道 活见着为福音而活 所以他的女儿跟葛培雷牧师就是很好的葡萄家 而且葛培雷牧师不仅是这个牛婶的女婿 这个他也是这个牛婶也是这个葛培雷牧师的很好的这个叫什么素人的长辈 所以你想一想葛培雷牧师这么大的葡萄会 这么多灵魂得救 有没有牛婶的功劳 这就是我们的行道 我们不一定都是葡萄家 我们不一定都是名人 但是我们在我们的角落上 做我们该做的饭 神会赏赐给我们 神都会纪念着 葛培雷牧师登了一篇《梅日真言》 这是10月12号登的 非常重 葛培雷牧师葡萄 他讲道可是一点都不轻 我发现 他讲道是这么说的 基督主的生活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他说很多人在理智上相信神 但是生活像像魔鬼一样 第一姐妹们 你们看了多少牧师敢这么讲话 葛培雷牧师说 很多人在理智上相信神 但是生活得像魔鬼一样 然后还准备上天堂 第一姐妹们 葛培雷牧师在说 我们对神的话的绝对的胜负是不够的 很多人不是绝对的胜负神 他也说舍己悲己死价 这是多么的重要 基督徒 作为基督徒是一个耶稣的事情 这不是犀利哈哈 就是差不多就行 大家有没有听过 哎呀 不要那么认真了 差不多就行了 有多少人像彼得一样 有多少人像保罗一样 差不多就行了 有没有听过 这是魔鬼的话 葛培雷牧师再告诉我们 绝对的顺负 悲己死价 基督徒生物是严肃的事情 所以这个符合圣经 这不是葛培雷牧师说的话有多重要 耶稣亲自讲过 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要么就恶这个 爱那个 要么就重这个 要么就清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蛮 第一姐们 耶稣走 就告诉我们 你我如果三心而意 我们如果听到行道都不像样 我们就不是耶稣一根门徒 我们肯定要专心的来服侍神 所以格林多前书里也说过这样的话 若有人不爱主 这人可主 可主 主必要来 神绝对来审判 神绝对来省察 哪些是绵养 哪些是山养 所以我们基督徒 一定要有 属灵生命 美好的见证 要把基督徒当真 不要当耳狂风 一定要全心的来侍奉神 全心的来跟随神 绝对的顺利 第二姐们 我们如何操练 拿到我们自己 前面讲到很多伟人 那你我呢 第一姐们 红尔丝还有很多 二人不信主 我们也酷酷酷酷心的 去传福音 我不知道他们 他们不信主 是因为我们的表现不好 我们的生命不行 我不知道啊 我相信我的生命还不够 我也相信我的传福音 力度也不够 我的道道都不够啊 弟兄姐妹们 但是人们都要看 第五个福音 第五个福音书 我们知道福音书有四本 但是非基督徒 不信主的 他不看圣经的 他才懒得读圣经 他要看你我 他要看你表现一下 金明珠你表现一下 福音是怎么回事 信主是怎么回事 人们要看福音 丁丁姐妹们 所以疫情也差不多了 现在疫情还在 但是有什么办法 大家都得过 大家都康复过 大家都打过针了 那么单位现在开始都开始聚餐 单位大家都在一起开会 都已经恢复正常了 我们基督徒要回来了 我们要回到现场敬拜 我们要回到我们家里 我们具体在家里 开始来圣经学习 所以我们12月18号 我们开始搞圣诞的敬拜 还有Portluck聚餐 我们开始发传单 我们开始祷告 我们求神来面红色的华人 包括看这个录像的很多人 都来到红色华人 军徒教会 我们一起来在这里听道 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分享 几天的爱业 我们在1月22号 中国的春节 我们要靠春节奖赛宴 我们那时候也欢迎 很多红色华人们 拜托拜托来到红色书华人 军徒教会 我们一起来聚餐 一起来听道 为什么 我们要给你们看 我们要显给你们看 福音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是第五本福音 看看我们像不像基督徒 第一姐妹们 这是我们要挑战 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就要不要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慕自己 你我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就是要给别人看福音 第三姐妹们 我们闷心自问过几个问题 大家都能够回答 行道最大的阻拦是什么 就是心怀而异 心不确定 刚才葛培里面书都说了 这个信仰是非常真实的 不要三心而异 那么得就行了 行为不重要吗 No 信息没有行为是死的 听见妈妈 没有行为是死的 就跟身体没有灵魂一样 实际上最大的距离是哪里 不是从中国到加拿大 实际上最长的距离就是 从你我 你的大脑到你的心 很多人都明白道理 离开了教堂 离开了会所 就开始都忘了 第一姐妹们 我们把大脑的这个圣经知识 一定要用在心上 活出来 什么人才能去天堂 唯独尊心我父子一人 这是耶稣亲自说的 一定要鸣记 第一姐妹们 我们一起来宣读 马太福音的七章 二十到二十三 大声宣读 所以凭着他们的脖子 就可以认出他们来 凡成我主啊 主啊的人 不能都进天堂 唯独尊心我父子一人 才能进去 当那日 必有许多人对我说 主啊 主啊 我们不是放你的名传道 放你的名赶鬼 放你的名行义了吗 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 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求主怜悯 求主示恩 我们做解数的祷告 阿爸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感谢你将生命的道指示我们 感谢你赞我 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用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感谢神 我们空空地来满灾而归 感谢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罪被丁死在死下 感谢神 减许我们这些不配人 成为神的儿女 阿爸父阿求你赤福 每个丁姐们 让我们听道 行道 活出见证 让我们所心的福音 见证出来 感动周边的很多华人 都能够来信主 让我们行事为人 为我们蒙昭的恩相秤 让我们为我们所心的福音 齐心协力 同心合意的来 兴旺 福音 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 贵给独一的真神 我们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感谢神 今天我们有圣餐 感谢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